如果要在上海找一条马路 用一百块钱解决一日三餐 以陶醉上海十二年的探念经历 会选择 横山路 早餐可以来登陆馄饨 从横山路红绿灯下的一个小摊 到现在的小店 我阿姨煲了二十多年的馄饨 一碗季菜冬笋肉馄饨 那叫一个鲜美 再来一勺灵魂猪油渣 香得嗷嗷叫 午餐打卡网红店HR 堪称最平价的西餐店 知识宝贬真的绝绝子 外皮酥脆 蘸上酱咬上一口满嘴的芝士香 下午茶首选横山饼屋 它家的栗子蛋糕杯 可是源自1929年的老味道 海绵蛋糕裹着颗粒状的栗子泥 入口绵密 口感丰富 甜度恰到好处 晚餐呢 去33年老店 小桃园餐厅 吃上一碗腊肉面 上海传统的腊肉糜 略带一丝丝甜 又香又入味 在这小小的馆子里 有种回到家的感觉 关注陶醉上海 明天啊 跟着我们去看看 一般人都不知道的 宝藏小吃店 我在上海 大家都在